学习就像在黑屋子里洗衣服 你也不知道到底洗干净了没有 能做的只有一遍遍的去洗 等到灯亮了 你就会发现 只要你认真洗过了 都是亮节如新的 读书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都说雪海乌鸦 意思可不是让你回头试案 书山有路情为尽 绝对不要做的 胜利的道歹 想看失败 也要摆出豪卖的姿态